弟子,给师父请啊,师父 今天时间不多了吧,师父 请讲吧,抓紧吧 今天其实有重要的开示,师父 我这样念一下吧 师父,这次师父的法会也越来越频繁 但是通过新加坡和澳门这次法会 也有些佛友也是做了很不如理如法的事情 师父,观世音菩萨给这位同修做了开示 他全部记下来了 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开示 信愿行,信在手 一个人不经信菩萨,不经信师父 不经信自己的本性 那么愿力的根基必然不稳固 更谈不上行 学佛不是在做表面上 不是拜师了 做了几千义工就能成为菩萨了 学佛是要看这颗心 做出来的行为是菩萨才能成为菩萨 很多人不是弟子 不是义工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 为师很感动 接着龙天护法开始 在观音堂站一排长座位 座位空着 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让没有座位的佛友坐在地上念经 有的孩子累了坐睡在地上 这是有礼让之心吗 天天把学佛成佛挂在嘴上 可有善待他人之心 心里装着别人 为着都是别人 为他人的那颗最柔软的心 才是佛心 才是你们的百姓 念经念到后来 就聚追聊天 聊天用着千里迢迢来观音堂吗 念经累了 闭目养神 或者大家分享学佛感悟 度人心得多好 家里的事情不要到观音堂来说 末法时期 学佛人也是良袖不齐 观世音菩萨 慈悲大家有求必应 但你们做的也要对得起他呀 我们有些佛子 除了念经 就是在度人 在观音堂教老妈妈念经 真的让人感动 孩子 你永远要记住一句话 然成即佛成 做人做好了 才能谈学佛 做人做好了 才能谈学佛大学佛 把人做好 是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可是连这样的要求都达不到 谈什么成佛 说得再好听 没有用的 骗不了天地鬼神 每个人的功德报上 都记着呢 有些人自私心 贪心 我们看着很不开心 平时参 参加法会也一样自私 没领到素餐 就开始说长道短了 你们想过没有 自己没吃到 别的佛友吃到了 我们也很开心 平时不能舍到哪里 都不能舍 学佛人不要太精了 老师本分的孩子 你看我们互吃不互吃 另外 你师父的法会都是好的 不要去比较 其中很多姻缘 你们并不清楚 不清楚的事情 就不要去谈乱 你们 真正的相信菩萨 真正的能够按照你师父的开始 做到的 看日后 能不能成就果位 你们说 师父傲蛮法会 不开心 他一个菩萨 心里装着众生 早已没有自己 有什么不开心的 他在国际上树立 影响力 传递正能量 一个菩萨 需要这些名利吗 这都是为了弘法 你们好好开悟吧 听风就是雨 没有一点定力 没有一点智慧 弟子也好 义工也好 我们看的是你们 所行所思 归根结底 还是幸运行 看看你们自己做的吧 我们也是 佩服你师父 不容易 师父法身开始 隆天护法 很好玩大 但是也是 很严格 有问题 就会给你们 指出来 你们要知道 菩萨慈悲 护法严格 只是方式不同 但是目的 都是为了 不让大家 修偏差 都是一种爱 明白吗 斗战圣佛 开始 如理如法 是要靠平时修出来的 一个人平时行为 不如理如法 不可能去 参加法会 就如理如法 另外 大家参加法会 出行前 要大致了解 当地的一些 基本规定 共修主负责人 团队召集人 年轻的朋友 有必要把这些规定 告诉大家 到了法会地 不要一尊人 一尊人的 涌进涌出 大声喧闹 造成一些不需要的麻烦 我们不管是 我们不管是不是去法会 都要保持学佛人的良好形象 你们真的要多开智慧了 对于当地明明禁止的事情 就不要去做了 既要维护自身形象 更要维护你师父和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心灵法门的佛子 是跟着观世音菩萨 台上学佛 走出去 要有好的修养和气质 平时说好听的 没有用 给你们一个含笑的考验 都冲不过 看看你们的境界 是在哪个位置吧 好好开悟吧 南京菩萨开示 很多佛友 是第一次参加法会 对于参加法会 和所在地的一些规定 并不清楚 也不熟悉情况 老徒兄和经常助援法会的佛友 多代代他们 有些事情多告知 说清楚 你们平时不总想做功德吗 这样也是护法 也是在做功德 很多事情需要大家共同来 互持 我也会帮助大家协调好诸多关系 心灵法门信重多 天上菩萨都会来多多助援 但倘若有人心思不成 所求不如理无法 我绝地不会来 另外学佛也好 参加法会也好 钱的业障很大 一丝一离都贪不得 敛财的人最近又会 又有一批被收走 人家的东西不要再去贪了 没有意思的 天上应有尽有 菩萨没有谁稀罕这些东西 学佛人不痛挖自己的毛病 不把八尺田里的脏东西削掉 不改毛病 由于表面没有用的上不了天 境界不齐声 学佛学什么呢 哪怕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 你心理不干净 也成不了佛 就算再多的人攻击你 但是你心正 你良心好 能照样 能开悟 照样成佛 除了共修以外 自处时 大家把心静下来 把这些问题好好想想 多多去悟吧 师父 我分享完了师父 实际上 龙天护法管得很严的 因为龙天护法 他看见有些人真的很自私了 所以 因为他龙天护法 他在巡视嘛 他看见有些人在发牢骚 他听了就很不开心 他因为他看着他们 穿着红衣服 就觉得他们都是护法 护法怎么这种素质了 他当然不开心了 明白了吗 师父 为什么这么多菩萨都来开始了 很简单了 管得严呢 现在因为随着 随着这个末法时期 大家不是 这个佛法的普度 所以对要求更高 对所有的 护法的 弘法的人 要求越来越高 菩萨下来多少 这些菩萨还是讲的 有些菩萨还不讲的 其实全部都有记录的 他们的一个意念 是可以在以后 在你的地府的那个 人家说像档案一样的 可以记载 比方说你曾经 你在地府里面 你有好的记载 对不对啊 然后呢 菩萨再给你加一点 全部都留着了 那你不好的 那么菩萨在讲谁的时候 比方说心中有所指 这个人的 在这个人的 就是我们说 他的 这个记录上 就多了一笔不好的东西 所以真的不能开玩笑 很多人以为是开会了 可能不是开会啊 我们都是 都是灵山法会 都是做菩萨去的 所以菩萨是不开心吗 就这个道理啊 没有办法了 有些人主要是讲 传言 传了一些不好的言 师父是习惯了 我也没办法 人的境界不同嘛 对不对啊 总会会有 师父你刚才他讲到传言 师父业道非常大 师父 绑佛呀 就是绑佛呀 绑佛会受死的 过去讲地府叫受死 受死就是说 他会把你带走的 带走的方法 一般就是车祸呀 一个人车祸 或者突然之间中风 年纪大的嘛 突然之间中风 因为他把你脑神经收走嘛 还有什么就是让你完全失忆嘛 你在开车的时候 很多人都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往哪撞 都不知道的 实际上已经被下面把魂魄收走了 所以你去看出事的人说 我真的不知道呀 我真的没感觉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撞上去的 死了 把人家撞死了 明白了吗 就是说 像这种 这种都叫受死 他下面直接拉走的 还有你看 他已经讲了 恋财的人 受得特别快 因为恋财的人 对对对 他犯了 他是犯了一个什么戒呢 他是犯了一个 我们说五逆之罪 这个五逆之罪呀 这个是大逆 大逆不道 因为他就是说 出菩萨身上的血压 这是很大的一个罪念 师父 其实这些菩萨开始的话 真的是句句真言 师父 我问几个问题 师父 你看观世音菩萨开始 信愿行 信在手 一个人不坚信菩萨 不坚信师父 不坚信自己的本性 那么愿力的根基 必然不稳固 更谈不上行 其实观世音菩萨提到了 坚信二字 师父 像有些人 你说不信菩萨 不信师父 也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坚信 比普通的相信 更加确定了 观世音菩萨提到 这个一定有他的用意 请师父 开示一下吧 这个坚信 坚信和相信 完全是两个概念 有的人相信师父 坚信 他会得到师父的加持 有些人只是相信 他得不到师父的加持的 你去看很多人 过去在庙里 很多的方丈 这个人就是 这个弟子 特别对方丈好 他就相信方丈的话 这个方丈给他很多加持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加瑟菩萨 加瑟佛 这个在佛陀的后期 加瑟佛时代 实际上加瑟佛在佛陀身边 他对佛的坚信态度 那是坚不可摧的 所以他得到佛陀的很多的加持 对不对 这个这个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有些人就是 就是相信 但是他没有坚信 碰到事情 他就不信 所以这些人根本没有用的 他上不了天的 你想想看 一个菩萨连你对佛道 对师父 尊师重道 你都没有这个坚信的信念 你怎么能上天呢 开什么玩笑 天上全部尊重三重四德的 我告诉你 对对 师父你说的太对了 真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三重四德 真的在天上 我们的佛 孔老夫子都在天上 明白明白 那师父 观世音菩萨开始这样说 学佛不是在做表面上 不是拜师了 做了几天义工 就能成为菩萨了 学佛要看这颗心 做出来的行为是菩萨 才能成为菩萨 很多人不是弟子 不是义工 但是他做 但是他们做的事情 为是很感动 请问师父 如何更好的克服 表面上的毛 做表面功夫的毛病 毛病呢 让我们真修实修 很多很多 就是没有真心啊 没有真心才会做表面的 我们我们 我们秘书处也有 很多小孩子 看见师父 双手合十像真的一样 好像对菩萨 忠惊的不得了 做出来的事情 都都都不卖账的 明明自己做错了 他都不会承认的 就是这样 根本师父跟他讲话 他也不听 你和什么长 拜什么佛 修什么心啊 这个自己在害自己 自己在 自己完全是在 糟蹋自己的 纯洁的本性啊 我讲的很严重的 就是这样 所以就像一个法师一样的 如果自己自己自己不好好修 你就是糟蹋自己 你就是在害自己 你出什么家啊 你怎么样能够成为菩萨的好榜样啊 话都没讲 一点不客气的 师父 明白吗 明白明白 那师父 师父之前开始过 如果是同等八听 做义工的师兄 功德会更大 请问师父 如果是同样的道业 做义工的师兄 是否业的会更大呢 师父 道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 执法犯法 最佳一等 就这么简单 那师父 就是现在法会 很多同修 他不做义工 但是他穿着义工服 如果那户 那龙天后法是 把他看待是义工 还是看待为他普通的佛友呢 他看着义工服 先看他义工 把他当义工看 他如果不住人 他穿着红衣服 他就更倒霉 哎 明白了 明白了 是这样的 那师父 龙天后法开始 在观音堂 站一排长座位 座位空着 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让没有座位的佛友 坐在地上念经 有的孩子累了 睡在地上 请问师父 以后法会的站座问题 怎么样必要出一样 还是不允许站座 还是怎么样呢 师父 是这样的 你帮几个老妈妈 年纪很大的 站几个座位 没关系 你不能太多 太多不好的 对不对啊 你说有几个老妈妈 真的是帮几个朋友 站个两三个座位 准时到 这都是 也是说的过去 对不对啊 像我们观音堂 帮几个老妈妈 站站座位 也是合一 有的人跑过来 拿个围巾 长围帛 这么一撒 天女散花一样的 整个六七个椅子 全部撒掉 这也是不努力不努法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那如果这种站座 他 哎呀 他帮人家站座 你不能早点过来的 你帮人家站座 你这个人 要人家帮你站座的人 你不能稍微早点过来的 是的 是的 好了 是啊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 龙天护法开设 念经念到后来 就聚集了摇签 摇签用的千里条条 来观音堂嘛 念经累了 闭目养神 或者是大家分享学会感悟 度人心得多好啊 家里的事情就不要到观音堂来说 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这个已经很简单了 这个龙天护法已经非常生气了 就跟师父讲话一样的 已经有点 已经有点 已经有点骂 骂的意思了 所以你 你聊天跑到观音堂来聊干嘛 你千里条条 跑到这么远的海外来聊天的 你不能念经修心的 不跟我现在讲一样吗 是吧 是吧 那师父 有的师兄找我们聊 聊佛法无关的事情 我们如何智慧的去拒绝呢 师父 就跟他讲 什么叫智慧啊 就跟他说 我们来修心的 你不要 你不要说我是一本正经 我是真修的 请你不要在这里聊天 没什么客气的 除非你不在观音堂里边 不在法会上 你在宿舍里可以 你在那里就大家念经 很简单 谱到这么多 那师父 如果在观音堂 或者是在法会上 聊与佛法无关的事 是这样的业造的大不大呢 师父 不是太大 但是非常不好 不是太大 我问你 一个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 讲话 算不算大业了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老是讨厌的 这种孩子很讨厌 因为时间积累时间长了 这得不到加持了呀 好了 你说事情大不大了 得不到加持 你说有事情吧 当然有事情 好了 是的 是的 那师父 荣天后法开始 有的人自私心 贪心 我们看着就很不开心 平时贪 参加法会也是一样的自私贪 没领到素贪 就开始说长道短了 师父 您开始一下吧 这个不要开始 这个白话全听得懂 那师父弟子想问 你看 我们要把参加法会 当成自己修行修行的 一个闪合机会 把法会上遇到的一切 都当成是对我们的考验 一定要严格实践 精进修行 是这样吗 师父 是啊 讲的对啊 那师父 荣天后法说 学佛人不要太精了 老师 老师百分的孩子 你看我们 互吃不互吃 师父 你也以前在录音宫多次说 我学佛不要太精 师父喜欢老师百分的孩子 这个老师百分的孩子的标准是什么呢 师父 老师百分的孩子啊 很乖 不撒谎 老老师是 不会被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有 有 有两种人是不会被人家欺负的 索性老师到底 人家也不忍心欺负你 索性你就精到底 但是又如理如法 就是那些被人家欺负的人 就是那些 傻奸 又 又以为自己很聪明 做出来事情又是傻傻的 最后还被你看不起 你说他笨呢 他还精 你说他精呢 他精的 根本没有脑子的 就这种人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 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法法都强调了 信愿行的重要性 是再次提醒我们要反省自身 正经济 但是随着修行时间增加 有些师兄遇到平静 就是修行 修行方面难以突破 请师父开始 怎样才能更加坚固自己的 信愿行的力量呢 多听佛法 多听佛经 多学 多守戒 就会有信心了 一个人 信心很快会流失的 根据碰到自己的境界 会不断的流失 因为外境会让人的内心起变化 所以最好是接触外境 天天一样的生活 你就不会有流失的心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 您说的太厉害了 你看最近又出了一个电视剧 什么三生三世似的 他说 他一直看了 那个心接着就掉下去了 就感觉 被那个情所所快乐 真的是不能 你知道吗 我跟法师上课的时候 讲戒律的时候 从过去丛林制度和比丘戒律的时候 里面都有一条 就是不能看 因为他们如果看电视剧 要看这个 你就会动自己内心的 情啊 一动情的话 你的情就守不住了 守不住的话 对修行不利的 所以他这个戒律里面不许看电视剧 不许看那些带情的 连唱歌的这种带感情的都不能听的 很厉害的 所以我今天晚上可以开始的时候 可以跟法师讲这些的 要很手机的 很麻烦的 真的是 好 谢谢师父 此地开始 师父 你看龙天后法讲了 讲了这么几个之心 要礼让之心 善待他人之心 心里装着别人 为别 为着 为着都是别人 为他人的那颗最柔软的心 师父 这些心都是我们的百姓 属于佛心 师父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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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找几个比较关键吧 因为时间不够了 太长了 好吧 好吧 好的 你看看还有哪几个必须要问的 好吗 好的 好的 师父 那个南京徒萨他说 学佛不挖 痛挖自己的毛病 不把八十天里的脏东西消掉 不改毛病 留于表面上没有用 上不了天 这几位菩萨开始有个共同点 就是学佛不是做表面上的功夫 要多多开悟 不是成为师父的弟子 做几天一功 就成菩萨了 请师父可以开始一下吧 这个很简单 争修争得呀 四个字争修争得 所以有些人跑到我这里来双手合十 像真的一样 我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我一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很可笑 他以为师父不知道的人 他是最傻的人 只是我觉得根本没有办法跟他多沟通 我也不想跟他多讲 他爱怎么修就怎么修了 你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听得懂 师父 您有时候我们会感觉 您不开心 这是我们理解有偏差还是怎样 您什么都放下了 都开悟了 哪会有些人间的烦恼 但是弘法方面 您会有不开心或者是烦恼的时候吗 我们总要理解您的不开心呢 师父 我这个 这个我做 我也 我也 连佛陀当年在人间都有情绪都有起伏的 何况师父呢 师父要学佛陀嘛 所以我肯定情绪上会有起伏的嘛 这个很正常 对不对啊 佛陀也是的 他对一些弟子不好 他会怒斥的 一样的 怒斥嘛 这个就是发心里因为对弟子的那种又恨又爱啊 没办法的呀 这个师父不开心吗 很正常的 因为师父在人间嘛 关心不知道你们都看过妙善公主的 对不对啊 他也是的 哪会不带情感呢 我们其实佛就是 佛就是产生于众生嘛 只是佛是开悟的众生嘛 所以怎么会没有众生的情感呢 没有情感怎么可能来救度众生呢 这个都是正常的 明白吗 师父有一些 有一些情绪 那是很正常的 只是我的情绪不是像你们为人间欲望 我这是恨铁不成钢啊 我就看见 恨铁不成钢 我什么都不会放在心里 我最放在心里的就是 哪个弟子不精进 哪个弟子不努力 我最不开心的 是我理解 真的师父 真的是很理解你说的这句话 看见一个弟子 懈怠了 倒退了 你知道我心不像挖肉一样痛 尤其你那些心爱的 欣赏的弟子 他一旦听着他 懈怠了 倒退了 你真的还生气啊 你想想看佛陀呢 也是的呀 对不对啊 他当年那个 背叛他的那个 对不对啊 对 这也是这样的 佛陀很难过的 佛陀最后还是帮助他的 就是他下了烈火地狱之后 他通过多少事的转生 他还是成佛了 因为他毕竟还是做过佛的事情的 学过佛的嘛 所以我告诉你呢 记住了 佛永远是佛 人永远是人 对不对啊 就算 就算佛生在人间 他还是佛 就是人 让你偶然的到天界去 参观一下 你下来了 还是个人 你境界不到位 你不能生活在 人家这个世界里的 是的 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 他是这样说 南京 师父 您说说南京菩萨这句话 我觉得南京菩萨 说的这句话 真的是一种辩证法 是南京菩萨说 境界不提升 学佛学什么 哪怕全世界的人 都说你好 你心里不干净 也成不了佛 就算再多人攻击你 但是你心正 你良心好 能开悟 照耀成佛 师父 你开始一下吧 这个最简单了呀 这个就是师父经常 跟你们讲的 很多人装啊装啊 我今天不也说了吗 很多人装啊装啊 这是一门恋财 然后们绑佛 但是呢 在外面呢 供修会上 对人家好得不得了 双手合十呢 最后们 最后们 走的时候 大家给他烧小房子 哎呀 对他就是看个万人 最大会又怎么样 因为他最后上不去 他还是下去呀 如果你今天 你就是说 你实实在在 对不对呀 就是大家都没有怎么说你 但是你上天是你自己上天呀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呀 真的为别人 人家会感恩的呀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就是真的为人民服务 人家都感动感动的呀 对不对呀 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们做人 学佛你在假的 你不自己在骗自己吗 所以我只能对这些人 只能笑看 对不对呀 笑看人生 笑看他们的境界 我没有办法的 也这个这个人的心啊 你在这么在乱动 你这个地狱等着你了 没办法的 好了 那师父 你刚才提到了 不是说 就南京菩萨说 脸财的人 最近又有一批被收作 师父 是不是脸财的人 最近会有一批被收作 你去看看好了 你去看看好了 你去看看 一般菩萨告诉我们的时间 从讲出来之后 大概有三个月 之后才会执行的 你三个月之后 你听听有多少人死掉 你就知道了 哦 明白了 好吧 那师父 谢谢您的开示 师父 今天文章文章到这 感恩您 感恩观世音菩萨 那我顺便说一句 如果菩萨今天慈悲 告诉我们说 脸财又又批人走 这批人名单已经定了 但是他如果忏悔 他把钱 好好的做功德 就是说退回给人家 或者怎么样 我告诉你 菩萨还会慈悲 他留他一条命的 留他一条命 但是 但是如果以为 天上不知道 我告诉你 最后死的时候 他会很痛苦的 好了 结束 好的 师父 他这个礼佛念多少遍呢 他这个忏悔 有的念 有的念 都是要念到底的 好吗 好的 好 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师父